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种 两个阵营 结果我一发现 旁边这些几个人山人海 但是呢 移情不够 人山人海 旁边没有站上一个什么将军 站一个什么老头 或者当地有德国望重的 没有 孤零零的这么一个人站在上面 你看大家都已经手机拍照 谁影 我就这样凭这么一个 非常简单的东西 走出了一个判断 这个你 我必须跟你承认 那就是瞎蒙的 但是这个 好就算是你这谁瞎蒙的 好我们就先写下 记下你这瞎蒙的 朝鲜你是怎么 怎么蒙的呢 难道每次都能蒙得重吗 朝鲜是这样的 因为 这个 各路人物啊 这个都认为是很快开战了 然后呢 这个 军舰也吹动了 对吧 因为朝美又没有接触了 因为六行会谈破产了 对吧 对 对 那么呢 大家都认为要开战 而且什么时候要开战 对吧 嗯 当时候呢 我认为不能开战 不能开战的其中 最近的原因 就是在当地要开个运动会 啊 开个运动会就不开战了 好像是一个亚洲运动会 亚运动会啊 好像是 嗯 还是什么会 反正呢 这个金正恩的那个妹妹还姐姐也去 嗯 知道吧 嗯 嗯 这个是我的当时的时间推动之一 我认为理由不能在这个时候开战 明白吧 嗯 第二个 这这这这这就能闷得住啊 不不 还有了 嗯 第二个事情呢 我对朝鲜的了解 可以说是牛哼哼的 为什么牛哼哼的呢 就是朝鲜六方会谈 几十年谈下来 正好我的朋友 负责六方会谈啊 负责六方会谈的什么呢 日商工作啊 所以呢 这些年他也跟我扯过很多次 所以我对六方会谈的格子的背景啊 我有一个呢 比较接近 真实情况的一个背景了解 嗯 那么他并没有告诉我说啊 不会打仗一点都没有 那不可能有的 但是这些背景知识呢 我到底知道 这个朝鲜问题 是叫六方彩蛋 我老是嘲笑他们 什么六方 这个什么会谈呢 我说六方彩蛋 但是六方彩蛋里面 包含了一个很关键性的 一个元素 那就是各方的利益都牵扯在一起 也就是六方利益 六方利益就意味着是什么呢 任何一方在这个游戏中间 单方面采取行动 或者是两方采取行动 都会遭到比较大的牵制 所以朝鲜战争 全这段是哪一个国家呢 北韩不应说 还有南韩 南韩不应说 还有日本 日本不应说 还有中国 中国不应说 还有俄罗斯 你打这个仗 首先面临威胁的是 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日本 对吧 朝鲜那个导弹 能不能打到夏威夷 能不能打到纽约 我们不知道 但是打到东京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日本会首先战权的反对 而日本呢 是美国 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 在这个方面的利益 不可能不听 日本的安全 不可能不考虑 这个南韩 这个朝鲜的 朝鲜的这个反击力 用传统的力量 可以足以 对这个 所谓造成很大的伤害 美军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温机 这个 这个 建设 导弹 对吧 或者的这些东西呢 给很多人一种 玩游戏的感觉 把美军的军事力量 过多的神化 其实任何战争 我最欣赏巴登将军 讲的一句话 只要一开启 所有的作战方案 都是非旨意乡 也就是说 你发动一个战争 你要准备 很多种的 这个方案 没有一个科技的方案 是那么百分之百精致的 美军在阿富汗 对吧 情报应该 还是可以的吧 对不对 军事技术也可以的嘛 你看造成误伤的事件 不是误伤啊 死亡啊 有一次一个医院 我还记得被这个美军击中了 对不对 对 而死了不少人了 对不对 阿富汗 这个伊拉克战争也知道 对吧 只要你不发动地名 地名部队 基本上你要收拾一个国家 是很困难的 但是反过来讲 你要发动一个地 地名部队 你可能就陷入到一种 难民谈 出不来 出不来 所以这个朝鲜 这个战略格局啊 讲老实话 每个军事没有能力去打他 为什么当你搞一个三半线 就是一个冷战线 这个冷战线就是说 双方都不能玩 格子 老老是逮的 三百线以南 三百线以北 无论是总统川普 还是五条大闹什么人 单独反一翻开那个 主张方案 因为他都有很多他主张方案 只要一翻开 第一章就说 怎么写的 你知道吗 当然写的 第一行字就是说 别瞎钱 打什么仗啊 因为这个背后啊 这个牵上的是俄罗斯 牵上的是中国 你跟北韩攻击 就等于是上了 这个中国攻击 因为你把这个频道一拉掉 那你是旁边就有了一个 民主化的朝鲜半岛 不让朝鲜完成这个统一 不是那个什么北韩 也不是那个南韩 关键的是中国和俄罗斯 尤其是中国 因为一个统一的朝鲜 在这个地方呢 怎么受得了 所以我卡子一算 不会打 好好好 这个这个就算你刚才掐指一算 你是何办先 我们就先就算是 你掐指所算 第一个是闷的 第二个是算的 好 我问你伊朗是咋回事 你是怎么预测的呢 这件事你咋预测的 伊朗那是你给了我很多知识 你给了我很多的教导 哎呀 这话又说的 你是中东问题专家 没有没有没有 伊朗的事情 我没有多少参与 我也刚开始的 在前年的 去年的 现在算是前年的 伊朗的事件当中 我其实只是跟你说了一两句话而已 没有多 因为他们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结构啊 最不懂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们 你一定要看消息来源 这个消息来源 如果是来自于白宫 或者是国务院 或者是五条大楼 这个是大有强烈的官方色彩 官方色彩跟这个伊朗 以色列啊 这个是整个跟中东一般大旗 所以这个大旗里面这个消息 再还有加上那个巴列维 对吧 嗯 那这些信息我后来普通一下 很多人就被这个信息给骗了 嗯 因为这些信息里面 一开始吓死人了 什么巴列维又讲什么话呀 国会议员又讲什么话了 然后又是什么军队讲什么话了 又是国务卿讲什么话了 你会感觉到 啊 这个 这个这个伊朗已经快完蛋了 就跟雨泪雨泪一样的 嗯 都在讲话呀 对吧 总统发表演讲 副总统发表演讲 国家 你顾问啊 写了一个人数 对吧 各等各样的花强的很多 你在这个时候就要 要靠蒙啊 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呀 你这个是靠信任 你信任什么样的消息来源 你什么时候要相信政府 是可可靠的消息来源 你什么时候 要这个注意 有些消息来源 即算是来自于政府 来自于尊方 啊 来自于外交系统 都未必要相信 所以你一定要看这个消息来源 如果这个消息来源是啊 发薪税 对吧 这是对欧洲事务比较了解的 啊 譬如说德国 哪一个大群为媒体 英国 因为他们相对于美国来讲呢 他们在中东政策是更加比较真实一点 啊 美国你要看 这个媒体 他这个消息 从哪里来的 美国这是大媒体 所以 增变一个媒体的消息来源 啊 官方的消息来源的真假 啊 这个里面是 不能太吹啊 吹得太高了 就变成学问了 啊 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学会看新闻 对 如果你不学会看新闻 那你就傻了 去啊 像这一天 网上传的这个东西翻来覆着 翻来覆着 这个加拿大的两个这个学者 他们把病毒带到这个中国武汉 操作这次病毒 对吧 你看我们怎么判断的 他不仅是黄卫元 不是他跟我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资料介绍 那我的很清楚啊 批示 对吧 大家都在批示 什么CCTV啊 怎么报道 啊 什么什么报道 这些人呢 都是没 就是说 有电视不是啊 有电视数是啊 有电视成功的知识分子啊 成功的企业家啊 张考这个问我 我话都没有讲 我不要讲了 我很粗暴的 我有时候对盘就特别粗暴 你不要讲 你没有任何尝试 你先跟我这查一查什么 啊 病毒的这个序列是怎么回事 啊 紫病都和 紫病都和笔病都是怎么回事 对吧 最起码这些东西都不讲 然后你就开始天天在 原流物理的转件 这些东西 对吧 嗯 啊 你以为一个批示 人的人们还就想 啊 要搞西军战 消灭人 要跟 对付台湾 要对付美国 啊 我不是说 中国 不会制造这个 西军啊 这个战的这个弹药 我还是说 这个东西是跟海武器一样的 就跟海武器一样的 用了就完蛋 嗯 我在这 插一句 插一句话 有好多网友呢 都这会儿呢 这个都在打赏 我想 希望您能够表示一下谢意 哦 我没看到啊 谢谢谢谢 有数位网友都在给您打赏 而且有位网友说的可好了 说 何老板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好幽默 哈哈哈哈 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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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这个事 我觉得特别有趣 我说我需要跟你说一次 对 我们聊天时这个东西啊 就是要达到这种一种境界 啊 一定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啊 有一句话 什么真意识 什么 做假 假意识的做真 就是这个境界 对吧 那就看你会不会听 在我的谦卑的女性之下 隐藏了我的狂妄 在我的胡说八道下面 隐藏了我的真诚 就看你会不会看 会不会听 对不对 对 所以刚才讲到哪里去了 讲到这个 这个刚才是讲到伊朗 对吧 嗯 我对伊朗的 啊 这个基础知识是马先生告诉我的 啊 但是我对伊朗的判断是笑死人了 啊 全部是骂我的 对对对 当时我记得 委内瑞拉也有很多人骂你 然后伊朗也有很多人骂你 我当时觉得 我说你 我在当时我在迪拜 我觉得你怪可怜的 但是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一个工作啊 是叫向我开炮 哈哈哈哈 是 那么我现在问你 我们回回到原体 我刚开始问你的时候 你说你第一个是靠闷的 第二个叫靠 掐着一算的 那伊朗你是靠什么 不会说了吧 不不不不 一呢 我是刚才跟你讲的 我是告诉大家怎么学会看新闻 啊 对对对 OK 那我对这个新闻的这个 这个只是很要追究新闻来源 你不把新闻来源告诉我清楚 我是 我 完全不一样嘛 你比如说 有一个东西讲的审人听闻 对吧 但是它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可靠的媒体 那你就必须要考虑清楚 如果有个事情讲到悔一首思 但是呢 来自于 这个群为媒体 有深圳的媒体 你就必须要认证对待 如果这个消息只是来自于官方 甚至只是单方面来自于华 华盛顿 我在这个消息就产生怀疑 我跟你说的秘密 我今天跟你揭开 对伊朗的事情 是我最大的判断 我认为消息都来自于华盛顿 嗯 对 怎么样 你有吧 我恰恰认为当上华盛顿的消息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 就叫大威胁 你有吧 那我觉得这个里边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 里边一定有一个什么 常规的一个逻辑在里边 您能讲讲这个吗 还是您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说的 不不不不 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说 说的啊 最高的技巧和最高的秘密 就是没有 所有东西都我的渔市的城市告诉大家 啊 因为我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告诉大家 是有 是有可能会 找到 这个事情的真相的 一个机会 你不需要你的巴士总统 你也不需要呢 是一个间调机构 对吧 我们讲的这些事情 你刚才您连的这个事情 是当今最近几年 最重要的几个国际事件 你即算是在伊朗的政权里面 是哥们 你也没办法做出 准确的判断 对不对 对 中美贸易战 你白宫里面认识人 我跟你讲 也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白宫一方面决定的 嗯 所以你必须是中南海和白宫都有人 您等我